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證本清完的時間 今天是應該回香港的最後兩集 回香港後當然繼續,不用說了 但就回香港了,週六左右回香港 因為兒子不用上課了 鳳Sir,健康無恙 大家都健康無恙 我就開始由楊過,變成楊康 即是健康回來 就由神雕大俠轉成石雕惡人 因為楊康在石雕裡面是奸人 希望不會做全真教主王重陽 即是再度陽 我們應該要練九陽神功 我們身邊的人就九陰真經 很害怕 九陰真經 因為很害怕我們九陰神功 我昨天說過一個情況 我就出去和可樂和梳打去看看醫生 準備一下藥 我就去外面吃飯 人極少,大家知道 我突然說,我曾經中過 即是有一位在我附近那裡吃飯 坐在我後面的一位男士 起床,埋單走人 還沒吃飽 還沒吃完的 看到他的東西都 我想問一下 現在內地已經沒有要求你申報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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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商場不需要 完全沒有 香港,因為我昨天有一個攬炒派的朋友 大家讀者都知道 我和他們有些聯繫 只要他們講道理就可以了 有時候會笑他們是攬炒派的 他們都聽不到就算了 他們會打來問我 因為我有條件跟他們的WhatsApp聯繫 他又洋了 我又洋了 他說呢 他立刻申報政府給了一大包藥 我們就想說 對呀,我們在這裡 新部門會不會有藥 不過也沒有 放假也沒有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 你不要不佩服我們 民眾的反應快得很厲害 一放開就賣光 我反應不知道他們已經賣光 這件事我們還沒救他們的觸覺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是沒有問題的 你要跟一些藥房 有些熟悉 還有一位熟悉的中醫師 就會比較好 因為我找了一位中醫師 買了藥 吃藥 因為他看過我 跟我家人都很熟 多謝李珊 他就介紹給我認識 然後我就說 不如我們想買藥 因為好像還新官 他就幫我們收拾藥 那時候裡面 我帶回兩盒退消藥 所以你有這些渠道 嘗試留給我 因為我怕自己家人有事 一般你贏了之後 應該三個月至六個月之後 你暫時都是金剛不壞 暫時金剛不壞 但流感都很厲害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一重又一重 所以大家要小心 是的 今天天氣 沒錯 好 我們去回正題 因為免得觀眾們覺得我們好像 家常閒聊 要閒聊一下 我們首先要看到李家超 是 就要上去 上去 上去 實跡了 鳳常律有提過 是嗎 但是我有一部份朋友 都應該還未聽過 李家超上去述職 其實過往這半年裡面 又不可以伏線可塵 但是實在是未適如人意 我們自己的感覺 是嗎 作為一個評論員來說 其實對他 是有期望的 而且這個期望非常之大 那 鳳Sir 怎麼看 我會覺得公道地說 以我以往在政府工作的經驗 其實他這半年都相當忙碌 所以他突然拍照出來 真是愛心客飯盒 即他太太 李太幫他弄下 然後他就坐在辦公室吃 如果我進去特首的辦公室 我大概知道他的家具的擺設 知道他的位置是怎樣 因為我憑著對辦公室的認識 有些比較固定的傢俱 我已經辨別到他的位置 雖然他的照片 是很細的角落 顯現出來 我都覺得他很勤奮 這個必須肯定 也有成績 雖然你說未必很滿意 但譬如七人籃球 又譬如金融峰會 這兩大盛事 雖然金融峰會 雖然似作建議者 不要有勇 似作建議者是上屆的師長 又是今屆的師長 又是朱博波 但確實在今屆成功舉辦了 就算那些海外 跑去海外做逃兵的那些黃媒 有五個參加演講者 但整體都是成功的 也看到零加三之後 賽馬也看到 根據報道 就是馬主 將馬運回來參與比賽 自己會過來 因為零加三 所以他可以入場 看他的外區兼甲 贏錢 我不熟悉賽馬 但是人家是馬主 就是外國 喜歡這樣玩 我覺得這是香港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他是做到事 但是我會覺得 假如他的述職報告 假如我坐在北京 負責香港事務的 一個小小的幕僚 我又可以講話 我覺得他有三個地方 可能還未夠 第一個地方 就是他確實對中央的 默薄的觸摸不夠清楚 大家留意到最近開始 連這些點新聞也有些文章說 其實不一定要用釋法 來解決黎智英準備聘用海外律師的問題 有這個文章出來了 你已經看到 即是說 其實李家超在11月28日 當中審法院的判次一出來了 兩個小時左右 他立刻出來說要釋法 其實很顯然 他之前跟中央的默契不夠 官場真的有官場的規矩 他不可能就這樣打電話 去習主席辦公室 現在應該還是丁主任 雖然丁主任升了做政治局常委 直接談戀 但正正就是你需要這樣的人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我們上幾集說過 是需要這樣 就像以前我在特首辦工作 我雖然說 做新聞統合專員 表面只是新聞 由於我跟梁先生比較熟的關係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有外面的人會打給我 因為他就算知道梁先生的電話 也不方便打給梁先生 他會跟我說 有些這樣的事情 你可否提提梁先生 可以不可以 最經典的是 例如你講過領事館的事件 是燒肉 有些人用這些來讀 其實也是燒肉 但是 我當然那件事件 我不擔心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任何的 你要對一個領袖 埋他身 你最好就是 看到他旁邊某些人 而那些人 他會去判斷 有沒有需要某些事情 跟領袖說 有些事情 如何幫你處理 因為真的不可能 下下 去直接跟領袖談 去面對面 觸摸到那個心意 很顯然 當然這件事不只是下去到習主席了 譬如很簡單 那下主任呢 你是不是應該跟下主任 有個默契 你釋法 其實就是要勞動他的部門幫忙 處理文件給政教人大常委 政教人大常委 不是坐在那裡說 說 你怎樣看這件事 你有沒有啟動 你那個基本法的委員不會做事 內地都有規有矩 不是拍一拍 老大說 不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在兩個衝突出來 即是在兩個衝突前 你明顯跟內地的溝通 默契觸摸得不夠 所以 27日就開會了 過幾天就開會了 到現在都沒有傳出 懷有議程 要釋法 反而傳出的風聲就是 香港自己解決 接著 鄧家白又說 和法律執業者條例 修改就可以解決了 我正正問 11月28日之前 你不是坐在行會 你不是在11月28日之後 還沒有委員進行會 那時候你不說 那時候你想不到 那你就真的漏招 那家超特首找你進去 就是因為你有資深的法律經驗 我們很多人都想到 你也想到 那時候你不出手 又或者入境處用不簽證 因為這次事件大家才知道 原來那個工作簽證 是個案子的 即是 Tim Owen仍然可以來香港 為某個人做辯護 不過那件案不是國安案 有的 他好像有另一個案子在做事 所以為什麼他一早就進來 有這個意思 但是黎智英案 他是要另外簽證的 那就不簽給他了 當然這樣才是有少許 就是用行政的手法 有少許歪道 但是你也叫做好過釋法 但是你作為特首之專 你衝出來釋法 說釋法 那些新聞稿 旁邊一定有特首辦 那些人幫你做了 那現在就不做了 程度上其實是影響 你在中央心目中的地位 中央覺得 你好像不太掌握我們想要什麼 這個 這個我告訴你一定不會表現出來 一定是關閉訪門才說 過兩天他上去北京 一定是充分肯定 全面肯定 因為這個是領導的藝術 任何一間大公司都是這樣的 假如你作為董事長 你對著一個部門經理 公開說他不好 譬如你是一間工廠來的 下面的工人還不涉及之遇 原來我們的部門經理 所以一定不能公開說他不好 但你私下是否完全百分百肯定 我會覺得要保留 這是第一點 我會不會講得太長 不會 不會 學習 不要嚇人 不要嚇人 接著我會講 第二點 就是我昨晚的節目也提了少少 就是破除固有利益繁利 這句說話 做了多少事呢 我們真的不覺得有 香港的固有利益繁利 是甚麼人呢 就是傳統商界 那些豪門 那些大地產商 還有就是新界一些 一些比較不肯從全局考慮的原居民勢力 所以變成在土地問題上 你根本不敢碰 你簡約公屋 成為你的寶寶 你一個很出勁的主打 拿出來去炫耀 或者去告訴別人的成績 就是市卷 但是你還是要找一些偏遠土地 即是正正反證明到 你不敢碰一些觸手可及的土地 那為甚麼呢 因為固有利益 破窄在那裡 他們反而不是傻的 當然那塊土地很近交通路邊 很有基礎建設的 早就爆開了 當然這個爆未必不是用拳頭 可能很多法例的方法 收了買了種族的土地 因為很多方法 總之是合法的 你要合法地去請他們走 但是你不敢 那這個第二件事是不要做的 第三件事就是 你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是不是真的要作出解決呢 我講三個深層次問題 別再講長了 第一 香港的年輕人 你現在真心去做一個調查 我告訴你 我相信 有不少都是很體諒或者愛國 但是我估計 還有一半 甚至可能會少少少少 是很不喜歡的 覺得19年的處理 是被打壓的 我經常都說 你沒有做過軟化解軟對抗的工作 當然 家超特首一個人做不太多 那你就要佈局 你在司令報告沒有撥這件事 例如說 即使你被人說 我是從容自己也好 我在司令報告裏 我撥一億出來 搞一個 香港文化軟實力基金 要做事的 例如說 我不是自己要拿錢 純粹可以說 大衛sir這些 KOL 我們有些計劃給你申請 你幫他做些事 有KPI 就像關外隊那樣 沒有 關外隊不是不好 但關外隊只是一個 集中的社區貿絡 現在已經被人說過 污名化為一個朝人大媽 你未必能發揮軟實力的作用 第一件事沒有做到 你年輕人的心結 我也說 樂觀的估計可能是一半 悲觀的估計可能是超過一半 是不滿意你19年 覺得你有強權 沒有功利 你沒有解決 還未能動手 你不太察覺到這個問題 我經常在香港電台 你根本沒有幫政府做好論述 我以前在民主黨的陣營浸淫過不少 他們很強調一件事 論述 這真是重要的 我不是用拳頭 不是用槍指示你去幫我們民主派 我用一個論述來吸引你 在現代政治裏面 這真是非常重要 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是缺乏的 好 剛才我講的深層次問題是第一個 第二個深層次問題是 二十萬人倉房戶 除非你說這個數字是錯的 過一百萬的貧窮 除非你說這個數字是錯的 你有什麼真的拿出手的方法去解決呢 簡約公屋 三萬戶 已經是 講了二百多億 加上其他平整的三百多億 利用了你 都是三萬戶 當然我是坐在北京的官員 我就會問特首 當然二十萬戶這個數字是準的 你只是處理了七分之一 另外七分之六 怎樣 還要處理七分之一 你已經用了接近2026年 到時都差不多離開了 那怎樣 留給下一屆 到時香港會不會又爆一波 即是 他沒有幸福感 沒有樂得感 沒有滿足感 那就拼命了 因為他覺得 你搞來搞去 你換了那麼多政府 那麼多屆特首 原來我都是被欺壓那個 我都是要住在劏房 我都是被地奔 精英 工商界大佬示威 是因為你不行 是因為你弱 是因為你不夠勤力 這種所謂階級仇恨 爆出來 很恐怖 就好像粉塵 那樣 這是第二 第三 申請的問題沒有解決 剛才我講 如果有年輕人 顧有利益繁尼 還有貧窮和劏房的問題 你有沒有真的有一個解決 你說 有算你利用一些很精英 彼時眼光 中國國安黨管理內地的時候 哇!這個滅貧 都好 他真的滅了出來給你看 你看無窮之路 看見 他真的改善了 你說他 他可能他的數字標準有少少 移動也好 整體我們發覺 我們要到處走 我特別到處走 是真的改善了 因為有很多方法 第一 他中央的轉移支付 財政幫助 他真的做了 剛才我扔了一段資料給你 就是新疆的 塔閘富二綱的機場 現在用了 對一個我們國家這麼大來說 這麼偏遠 偏遠到怎樣 我正在拍照 左邊就是阿富汗 右邊就是巴基斯坦 偏遠到這麼重要 那個縣 稍為出一點就是這樣 我駕駛大約一個小時 不用一個小時 由縣城駛出去 大約半個小時 就已經看到路牌 這裡有一個機場給你 好處是怎樣 因為十三五規劃 即是說現在收工 即是現在可以實現 那你對居民就有獲得感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在烏魯木齊讀書 他們三個小時就飛到烏魯木齊 以前不是 我駕駛車見過 真的駕駛三天 坐火車也大半天 這些就是做到事 但是你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去令到一些貧窮戶 貧窮線下面 而不是像我機師長說 我改了那條線的標準 這樣就是問題 通訪戶就更加不能改 除非我都說 除非北京的領導 二十萬元的數字是錯的 香港人只有三萬戶 通訪戶 這樣就正了 你的解決真正正 雖然他只是五年而已 那些臨時的公屋 但也算是解決了 我說的太長了 不知道各位觀眾 是否能夠吸收 但我真的想到這些問題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 歸根究底 都是固有的利益繁利 那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無論你任何事情 劏房戶也好 包括黎智英那件事也好 又或者是很多年輕人 會不會繼續遠對抗這些問題 第一 我們看到過往建制派 在最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被人承虛而入呢 除了是不團結之外 有很多時候 我們說得最多的就是不作為 這是一個 香港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 有很多位被人進入 拿了錢 大家說蛇齋餅種 那些這樣的情況 其實大家聽得很多 你說 所謂的建制派有沒有論述呢 論述是非常少的 也都是每一個層次上高的精英 我們說 有些甚至還是高級華人 這些高級華人 充斥到香港 到處都是 我們又或者是說 他說是一個精英分子 但是精英分子 似乎對民生相對來說是漠視的 而當年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民協 民主黨 就是因為 很真是去關注基層的生活 所以才會撤氣 而搞到很多的建制派的人士 其實都是從這個方向去做 覺得咦 我們真的要做 那時候才會 開始有些醒覺 就是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90年代的時候 就更加厲害了 但是那個所謂的道德高地 就被他拿走了 AO黨更加很高級 高級華人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由那時候的殖民地 統治之下 到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沒有什麼轉變的 你說這一幫人士 是不是真的很貼地 不是的 譬如好像行政會議那樣 湯家驊 他自己本身已經知道 黎智英那件事 他作為大律師 他不知道 你不要說我 你進去行政會議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說你做到事情 行政會議你不是 遇見到有什麼問題 要去解決 或者要去提醒政府 喂 這件事有事 或者提醒律政司有事 這樣就搞 是不是 那這些是需要的 那什麼叫民心民意呢 我聽了很多的了 由過去去講 譬如好像抗疫那樣 高程來而已 去到那裡拍一張照片搞定了 真正去組 有沒有真正動手 我見到最多的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真正在動手 還有速度很快 但是政府 大家都看過 包括抗疫包 還有一些議員 不開名 都是一樣的 明著有做 那私底下是不是有做 那大家知道 那這些 但是很多朋友都親身記憶過 我自己都見過 但是呢 我們現在目前所見到的 香港的整個狀況呢 就是說 這一幫人呢 其實令到的深層次問題 還沒解決的 尤其是劏房 20萬劏房戶 100萬的貧窮戶 簡約公屋只有3萬 然後呢 又軟又貴 然後 建設之後 所有的建設 都是留給那塊土地的建設商 是不是 5年 那你又怎樣 喂 立即那個創蜂戶 我就問你 譬如你是特首 那5年之後 你想我回去租劏房 我用於5年租 儲錢來做這個劏房 很大件事啊 除非你告訴我 阿鳳 你不用怕 5年之後呢 我會有個 所謂過橋 不必情 我就把你推進去 一家 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 推進去公屋 這樣 那我會有個盼望 沒有啊 不會不會 還有的時候呢 我很記得以前呢 推出那個計劃 居屋 居屋是什麼呢 居者有其屋 為什麼年輕人覺得很有獲得感 很有滿足感 因為房屋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 這些才可以解決隔代貧窮 給年輕人感覺到有希望 你真的要關注民生 如果一尾找到很多社會的精英 下去 作為立法會的議員 例如是補選議員 那樣 但是 我不是說那群朋友不好 那群我也是認識的朋友 在裏面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比較貼地的呢 就是 讓人感覺到是 咦 是啊 有機會啊 而不是一些名人之後 又或者是一些院校裏面的精英啊 那這些呢 那我就覺得呢 很大問題了 因為 你沒有給年輕人看到是有機會 這個有機會呢 是真的由心裏面去感受到 原來我可以的 主動問題 我參與社會的問題 而不是說一個指令下來 一個動作 我做完之後加了功課 不是KPI 是一份報告告訴你 我做了 我都說做了 未必要等於做好一件事的 為什麼我這麼佩服梁正先生呢 他真的是落區啊 大哥 他落區看東西那一刻 是沒有人知道的嘛 是啊 這個是事實來的嘛 我陪了他 是嗎 我陪了他 我是親眼目擊的證人 就是啊 鳳Sir已經在節目裡面提過很多次了 試問現在有哪位特首 是真的有做過或者做到呢 即是李家超特首 你都是基層出身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去做過這件事呢 你身邊哪個人跟你去做呢 還有你做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呢 你從民間上來的 我們看到林鄭也是的 是嗎 李家超特首也是的 但是他們 是不是真的好看察到 民情一定是在政府裡面 擔任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公務員 他已經忘記了 習慣了 因為覺得日子真的太好 那麼忘記了我要怎樣回到以前去看一下 是經常性 不是一次性 或者微服出巡啦 好嗎 就好像梁先生那樣坐在車裡面 不需要去騷擾到一些民眾 去了解一下 那個情況 街市波菜多少錢啊 民生怎樣啊 生活最近覺得如何啊 那些 這些呢 就是真正的體察民情 有沒有表現到 而展露出來呢 我就由結果看回過程 你看到現在的結果裡面 做的事情 都是跟上一屆沒有大分別的 反而呢 我很擔心 簡約公屋是一個大白杖工程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還有的時候 你年輕人 2019年的事件 真的沒有解決的 那又怎麼辦呢 是啊 講回梁先生那些 我有白頭宮女說當年 就是當作一個參照給各位讀者看看 梁先生試過不坐AM車 我為了保安理由 我就不講得太詳細了 總之特首是有非AM車的 那我不講那個車的樣子 這些事情 影響保安理由 希望我會換他車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輛車原來坐了特首的 還有坐在那裡 還有一個小弟 在那裡 那 那特首就會 有時候晚上 所以晚上晚上 大家收工之後 就 到處走一轉 不如他試過 去看看那些街市的 很髒的地方 他真的 然後第二天 他真的對著當時 永民局長說 阿高 某個街市的位置 比較髒 你不如叫下面的同事去跟隨 特首發說 直環處當然不會坦蠻 那保田路上 是否比你現在 找副司長 這個要撕掉他 這個渠王 這個要撕掉他 這個要清理 然後 你不知道他是怎樣的 我們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私下 再去看看 究竟他走了之後 因為太平地洗完之後 會不會有回復舊官 但是楊先生根本就不支持 不跟你做騷 他自己下了一轉之後 然後說 阿高 好像在那裡跟土 那樣 你的感覺就不一樣 因為下面的部門想 咦 阿sir沒有來做過騷擾的 為什麼阿sir會知道 那就是說 阿sir真的會到處走 不要亂來 他說 他說了A 就算我明知道BCD是差 我夠膽不做也好 我做了A才 沒有辦法 官僚一定是這樣的 總的官僚是 做不足事的 你做上位的 只能夠盡量做 但是最低限度 你有一個 小組打一個引號 震懾 你真的不喜歡幾條去看 我只做了A之後 原來BCD又被他捉到 那樣 他又沒有責怪下來 他提醒我做 然後再踢一踢 就算我追官僚 你踢一踢我就動 那我也動 對不對 這是第一 但現在卓副司長 那種做法 就未必是最可取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試過跟特首去大埔街市 那次就萬人空巷了 周圍的人會過來跟握手 拍照 他走那些街市的豬肉店 花店 他最喜歡種植 我會跟別人爬兩句 但是他之前可能都有少許風聲 但是呢 因為我街市本身有多人 就沒有駛太平地 沒有說路尊登 就隔開乾淨 你知道大部有幾條街 是行銀街買東西的 那他就會聽他的心聲 當然有人會質疑 特首說這件事不好 那他就知道 這是重要的 但是我又不會覺得 家超sir 除了競選的時候 當然經常被人質疑 很生意 其實我覺得家超sir 應該多出來走一下 了解一下 他有沒有去探劏房戶 印象中好像不覺得有 可能競選也不太覺得 其實你是否真的知道他們的 用來用英文字母 Griffences 就是他心中的鬱結 那個冤情在哪裏 那個苦悶在哪裏 你明明知道 這個梁先生會這樣做 明知道家人多 走下去 走一轉 讓人們過來和你聊天 多數人是拍照的 當你看明星那樣看 但總會有人在看兩句 大家會知道 這個情況 這個沒有怎樣做 第三 第三兩件事就是 特首有時會 不好意思 喝水 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實際做事會比較好 這個絕對是最重要 你要去觸摸一下脈搏 究竟發生什麼事 例如梁先生會經常找青年人和他聊天 我試過找廣大的學生 當然不是那些很偏激的 你偏激沒用的 他根本就不會來 他只是和你做表態 也試過找建制派的一些議員幫忙 找年輕人去聊天 他也會告訴他們 是怎樣的 究竟感覺是怎樣的 簡單 我記得一次 就是 剛剛過兩天 就是這個 國慶的儀式 大家知道10月1日 我們會有 金字經星年期 然後大家會進去 媒展大禮堂 有些酒會 他在9月底 大概26、27日 就看到一群建制的年輕人 他們就和特首聊天 特首說 你們10月1日怎樣過 他就說沒有 我們就自己過 沒有任何單位邀請我們 我們不能去看星期 星期很難 因為只能有些位置 他就說 Andrew 你持安排 最低限度他們可以去大科 大科就比較容易安排 讓我們參與酒會 認識其他各界的人士 到時候 讓他們跟我聊天 讓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 這個就是 要立刻做事 我們立刻找這個民政事務局 搞到民政事務局 當時不是叫民青局 手忙腳亂 馬上立刻做 因為特首要求 那我就胡假虎威 但我真的不是虛報軍情 不是矯罩 不是亂把老闆的東西亂說 那我就做事 我覺得這些是難得的 但又暫時還未覺 其實這些手把眼見 可以想想 我知道 慕容卿局長 有跟年青人聊天 他說小販也是這樣談 但是 有沒有跟一些 中間偏少少的談 太激進那些意義不大 但中間偏少少 我又不感覺到是 我希望他們有做 那這些就是 對現在 講述職就講了這些 我打斷了你 不會 其實我覺得 很棒 兩件事 其實是一件事 本來我打算是要講 有關 今次立法會補選的情況 其實 混而一談 其實的時候 我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看過鳳Sir說的一點 其實真的有關係 那一點我很認同 做一做文抄工 鳳Sir說的很簡單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是《點新聞》那位專欄作家說的 所以千萬不要攝奪別人 但是你說的 不是你說的 不是你說的嗎 不是你說的 那篇文章 不是的 那篇文章不是我的 是啊 我看到 黎先生 或者黎女士 沒錯 不好意思 他裡面那位作者 那位叫什麼 是開開名 不好意思 開開 因為他的名字叫黎岩 黎岩 黎岩 說真點 工聯會怎麼又輸了 那篇文章裡面 裡面去看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很簡單而已 成宗 有錢人 那些商家的後代 很容易成為具有全國身份的代表委員 而普通的基層市民呢 或者可能要經過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加長的時間 深間基層 那作出紮紮實實的服務市民的貢獻 才有可能在政壇上冒起 才可以出人頭地 那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年輕化是很重要的 你見到我們國家是給足機會給年輕人的 包括 真是上山下鄉 那種上山下鄉 在窮鄉僻釋養 去了解一下 窮鄉僻釋養的發展 了解一下民生的基層是怎樣 那這個呢 對香港呢 缺乏的 是不足夠的 那現在當然了 我們也看到 開始融合了 因為通關來了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就覺得應該 是給得更加多的 就是支持給這一班的年輕朋友 這些才是真正的香港未來 還有前一陣子也剛剛看到一個信息 來跟大家講過 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是呢 當初有 不是 當初是剛剛 我們的警務處 在內地招收了 32位還是34位的同學 回來香港 去入境隊 這個真正啊 是嗎 這一班人一定是有心的 因為回到內地讀書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我知道有不少是主動回去的 或者回去呢 你接受了另外一種挑戰 這種挑戰 然後再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社會 那個意義呢 是很大的 但是要栽培 不是說你回到內地 你就一定是人才 這個是兩回事來的 就是等於 你由過去很辛苦的情況之下 去到現在做到一個很高的職位 那你就一個人才 未必 未必 因為人才有很多不同的 你一個管治的人才 是真的很有必要的 那這一個是需要培訓 以及不斷去探索和摸索 摸底先 而去淘汰或者篩選 才可以做到的 香港似乎對這一方面的培養 就不是很足夠的 那希望呢 特區政府這方面 就做得更加多了 好了 我們還有沒有事情要談 特區政府一面 我想說 我們下一個議題 我正正剛才你說的 我下一個議題就是想說 你公聯會這篇文章 我會覺得這個批評 其實是很委員地導出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就是說 你不是富二代 不是正二代 就算你是年輕人 你要用十年二十年的加倍努力 這樣會有階級受恨 就是為什麼要不公平 你說錢沒那麼好說 我爸爸不勝利 我沒辦法動動 就投資幾億去做事 但是這個沒得好說 沒有理由每個人都會是一個億萬富豪的老爸 社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當然 我只是想參與公共服務 你竟然是一定要連這個也壟斷 這樣很危險 因為公共服務理論上 就不是要說出身 反而是說你這裏 這是第一 我們現在都有不少富二代 在政圈裏面 那有沒有比較輝煌一些 遙眼一些 我見到有 譬如霍啟剛卿 他真的做得不錯 他是紅三代 但他真的做得不錯 他沒有炫耀 他是盡力這樣做 我知道在籃球賽事出事的時候 他都盡力去緩和這件事 他不想打擊到籃球運動員的那種士氣 我覺得他真的正在做事 所以現在據聞說 他有機會做藝術發展局的主席 我是恭喜的 也是心慶得人的 但是我們這種例子比較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當然跟內地相比 內地不就好像更深陰 但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師傅有做木匠的人 去到政治局常委 我們剛剛上一屆 有是工人出身的人 做到政治局常委 但我不開名 這些國家領導人 就不太方便 像老闆氣 公開這樣說 但大家查得懂 好了 還有我剛才扔了一篇文章給你 全國最年輕 全國優秀院委書記 李新 他是一個姓藥 食藥去藥 然後安寧的寧 一個年輕人 八五年出生 八五年 他是當年 一百零三名 全國優秀院委書記 最年輕的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八五後 他做了 剛才我說的 在新疆院 塔習富爾冠院的書記 那個院 雖然偏遠 但不簡單 那裡有很多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是 我們國家唯一一個歐羅巴裔的民族 他們好像歐洲人那樣 高鼻、白皮膚 所以 各位讀者想見美女 就要去塔園 等於一批歐洲美女 不過他們說普通話 因為他們全部都融入了 中華民族做了一個大家庭 因為他們有塔吉克族的身份 他是山西長治人 我問問了大家 你有聽過哪個 中共的元老 是山西長治人 又是吃藥的藥嗎 但我們真的沒有聽過 那就是說 他不是什麼紅三代 紅二代 他是憑自己的經歷 努力打上來的 做了院委書記 院委書記 到底是一方大元 相當於我們的民政事務專員 但是權力大很多 他真的統領了 當然香港的年輕人他們不知道 他們知道了 他們就會問了 我八五出後 我八五後 我想做立法會議員 我不想做這個院委書記 行不行 他就像若寧先生那樣 他是男人 有張相片 你可以展示出來 他是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 2004年級本科畢業生 2004年級畢業生 現在2004年畢業的人 香港十間大學 有哪一個可以在政治上暫默同國呢 沒有什麼 他是去美國哈佛大學 英尼地學院做訪問學者 他讀書很厲害 他是學霸 但是他不是香港人傳統的精英 因為他不是大學的院長 副校長 教授 他讀書很厲害 然後他就從政 慢慢讀上去 這樣而已 然後他公讀了博士 他也參加過學生會主席的競選 這樣啊 然後他很肯去一些辛苦的地方 他畢業之後 14年11月 就是他2004年畢業本科 用了十年時間 搞讀書的東西 也都在學校裡面做了行政 那麼 14年11月 他就去新疆梳立院任職 接著是客襲地位的副秘書長 辦公室主任 即是他一直在心肝 在一些艱苦的地方 接著就回來 我們最近有一個在新疆做生意的何先生 他是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 但傳媒只是報導他什麼身份 就說他是何可華先生的侄 都是暫時未能擺脫 是正二代的身份 所以香港這方面 上流是否開始 特別是政圈 公共服務閉塞了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考慮 這是我絕對同意的 是必須這樣做的 那何先生呢 新疆立法會議員 他也有一個身份的 就是Safe Hong Kong的 所以他有政職的 對 有政職的 有政職的 2019年真的做了很多事情的 這一方面 是實事求是 那我就覺得有一點就是 沒錯 聯聽人的時候 其實要有很多機會給他們 那你真的要扶持他 如果不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又不是從政 又不是從商 又不是家族很顯赤 那你怎樣可以在這個機會上 可以給更加多的選擇 給他們去報效國家 甚至是投身在香港的 有關民間的事業上 去協助他們成長的 因為其實我身邊都有 一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都是政界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看到一些不公平待遇的 我沒有關係 那我幹嘛扶持你 是不是 你一個不妨實說 是不是 那大家知道我什麼朋友 是真的 只是一班年輕人 其實很有心 他很努力的 他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 真的在做很多事情 但是不受重視 為什麼 因為可能大家覺得 那些人沒有什麼社會基礎 你搞錯了 是很多的社會基礎 在基層上 真的做了很多力量出來 但是想做 沒有辦法 給一些真的 有關係的朋友 就容易上位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他們是沒有心 心間細在地區工作上 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每一次選 都沒有他們的份 或者很快被人踢出來了 那這些算什麼 跟以前有什麼分別 有朋友跟我說過 現在比以前更壞 以前都是有些機會 現在一點機會都沒有 基本上是零機會 那你說 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為什麼這麼多埋怨呢 不是又亂及智嗎 不是又自及興嗎 但是又亂及智又自及興 為什麼給以前那幫人 他們繼續再做呢 你不要給那幫真真正正 是幫香港手 用心在香港的人 去做到 他們真的想幫民間他們做的事情 起碼我知道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 他們都是實實際際的 就是不要說德德 B姐 高sir 這些除了這些朋友之外 真的很多朋友 就是一直在做的 高sir都很年輕 一個年輕人經歷這麼多 做了這麼多事 那其實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些情況 去思考一下呢 他不是埋堆的人 但是他做了很多工作 那為什麼 這麼奇怪 我也是覺得 有一點匪夷所思 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要從政的 雖然我想過 但是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看到那時候 有些心傷 有些人覺得 不是吧 那種感覺的 所以 就是 輕致決決 就是 做了很多事 結果落得什麼的下場 那大家看到了 就是好像為其他人鋪路 那你上了 那樣 他拍張照 搞定了 還有你要做 那實際上 那會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大家要 好好的私下這條片 真是 很難得跟鳳Sir 這樣把我們自己心底的話 去說出來 真的 這是我們見到一個 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你令到一幫人 很愛國的 覺得很深淡 為什麼 都是一幫既得利益者 在那裡 這個繁尼 是不是這麼難衝破 其實是可以衝破的 但是怎樣做呢 遲一下跟大家說 好 鳳Sir 好 我們去談下一單 好 下一單 下一單 我們是懲家署 是 說了太多 漏了 很大件事 懲家署 懲家署就很傷 被人罵得很慘 就是聲響錄那件事 但是呢 我就想提供 兩個角度 給大家一個考慮 大家對這件事 這就是互聯網之下 造成的一個效果 就是透過互聯網的片段 廣泛地流傳之後 大家就很容易 有一個形成的印象 但是這個印象 是不是整件事實的全部呢 我提供兩個角度給大家思考 第一 上帝的視覺 我們看互聯網這段片 一開始的時候 就看到一男一女 她是穿便裝的 她可能是探監的人 可能是懲教署的一些 下班的政府人員 不知道 不知道她的身份 不過從那個女方 後來扯著那個男方 她似乎就不是懲教署的人 就是懲教署的人 應該不會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自己 後來有正式穿懲教署的衣服 兩位 亦都是備受指責的兩位 所以我相信是市民居多 我們就是因為看到 Hello 看到這兩位 外面有另外一位 但是因為很雜亂 但是最低限度 有兩位很明顯的 一男一女 市民在之前的動作 拍著車牌 這樣 你會知道這件事 已經糾纏了 至少有大半分鐘 至少一分鐘 但是 這個是上帝的視覺 其他那兩位的承購業職員 那個位置 第一是有點拐彎的 第二大概有30米的距離 這個東方日報報道過 他們明明知道 所以 他特別在第二位 埋葬他的時候 他只是看到一個 肢體衝突的場面 所以他就說了一句 大家不適合聽的說話 是不是這樣 我苛澤他 我覺得也要公道一點 這是第一 因為他們不像我們 在這個視頻 我們作為一個上帝 都看著 喂 有沒有搞錯 之前已經看到他 想強硬拖女子上車 你竟然打架了嗎 但是他走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看不到 也可能另一位 第一位出現的懲教處的職員 還未來得及 將他說 他曾經試圖阻止 但被人滾出來 說是否有事 這是一個視頻出現的 這是第一個上帝視覺 第二個視覺就是 你看不到的視覺 看不到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東方日報的報道 這兩位懲教職員 後來是有試圖不讓車開走 甚至有一位是說 頭部因為這樣受了傷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視頻出來 所以只能確定文字報道 文字報道的威力 再加上 我剛才看到一間媒體的報道 確實是差很遠 那種無遠輻界 和那種感官的衝擊能力 是弱了很多 所以我們只是 基於這兩點指責 這兩個人做得不好 是欣秦 那樣那樣 那樣 那樣101拘捕令 你也不做了嗎 那我覺得 就不太公道 第三點 我還要提一提 就是 究竟你想他做什麼呢 我們當然就說 因為我們知道後來 警方截了他 原來真的是綁架 是否停了車他呢 但是 其實這是一個上帝視覺 因為你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猛 但是當時他真的截了他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原來只是聲東激勢 有些人真的想走進去赤柱 因為這兩個懲教署職員 真的不像大家想像中 那樣坐著沒有工作 他一定是在門口位 是在工作 因為他怎麼走出來 你又不見整個懲教署 有二、三十個懲教署職員 撲出來 很明顯就是最近事發地點的人出來 那就是他離開了他的職守 然後有人乘機走進去 然後打卡拍照 然後被傳媒報道 傳媒會怎麼說呢 有沒有搞錯 你作為懲教職員 你最主要的本分是甚麼 守住監獄 你幹嘛去理會這些事 你應該立刻去報案 去也不需要兩個人去 整個輿論的焦點又會改變 當然我這個是假設 但是問題就是 同樣是上帝視覺 你現在知道整件事 你當然是這麼說 綁架你也不截停他 但是當時他們兩個是不知道的 還有作為懲教署的一分面 他們最主要應該是守衛的監獄 喂 拍電影都拍過 我聲東擊西 那怎麼辦 然後有人乘機在另一個位置 選入去劫獄 或者去做一些揮法行為 那怎麼辦 當然他們的處理都不夠理想 始終是有些 大家想像不到一個突發的情況 那句說話也是被人倒閉 但是我會覺得 對他們這樣苛責 是不太公道的 程教村 最多可以答法就是 我們覺得不理想的地方 我們會在一個訓練裡 加強一個訓練 就是這些在我們監獄範圍附近的突發事故 如何是最好的處理 譬如當時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截停車子 立刻叫警察來幫忙處理 我當你是糾紛 因為你不能假定 人家一定立刻犯罪 也是上帝視覺 你現在知道他被人截停了 當然要把他綁架 當時他不知道 他真的看到那些糾紛 大家拖來拖去 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停一停 千萬不要再用動操 不要用手腳 什麼事 有問題 你覺得我們懲教署不適合處理 我立刻叫警察來處理 幫你協調糾紛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用 當然他隨便去拘捕 當然這件事不是綁架 是真的罵那些糾紛 輿論又會罵他 隨便使用101拘捕令 你拘捕什麼人 他都不是犯罪 我覺得 有很多情況 我們當時 事後恐明 是很容易去罵他 但是當時他真的 他未必處理得最好 他最好應該 是真的 將這件事 禁止了他 這是最好 但是很明顯 那些人不想讓他禁止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 根據媒體說 他們應該開了 空前那個 小路寶的相機 但這也是政府部門 綁手綁腳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 將這段影片 披露在網上 出來 讓你看看 究竟整件事 當他兩個職員出現的時候 他如何處理 當然他這個出來 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我以前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覺得真的有困難的地方 因為政府有很多法律程序的考慮 這段影片 你就這樣播出去 到時有什麼司法後果 有什麼政治後果 你沒辦法 那就焗硬食 我說這幾點 我不是想為懲罰而虛脫 我覺得他明天處理的 還未夠理想 正如葉劉淑儀議員所說 我不會因人廢言 我覺得他說得對 是應該主動一些 進取一些 但是 我覺得 完全擴責他們 這兩位 讓整個部門 是不太公道 我停一停 這件事 我一直都沒有去評論 是刻意不去評論 因為不知道整個情況是怎樣 還有那時候 只是有一些的視頻出來了 而那個視頻很明顯 是中間有被剪接過 那裏面的時候 我覺得 那兩位懲教署的人員 去說的話 是說錯了的 是處理得不好的 在那一刻裏面來說 的確是有很多的事情上 如果作為一個紀律部隊的成員 應該做得更加多 但是怎樣呢 我很難判斷 所以難判斷就不如不說 是吧 譬如我講一下 爲什麽耶倫 要去見秦剛 那些很明顯的 國之大事 是吧 那些很好得的 那些我覺得 很容易 和大家深入去探討 那這些事情 我只可以寄予一件事 做得很好看 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看到 我們國家其實有一個 叫做法治還是司法的一個節目 在我們的中間電視台裏面 那裏面會說一些很犯案的過程 和我們怎樣執法的過程 去告訴別人知道 讓市民可以了解到 警方或者執法人員的執法 和你可能會遇到些什麽的危險 或者什麽的騙局 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那在內地的警方 其實他們都有攝像頭 很多時候都會有的 我也看到他們有的 但是他們很善於利用那個攝像頭 去做事的 等到民間就會有證據 譬如我曾經去珠海韓展那裏 那裏被警方截查 你這輛車是怎樣的 它是怎樣的 它是攝像頭 我現在開著攝像頭的 我們大家很公平公正的告訴你 我現在很公平公正的處理 但是我們要看到 其實你更加需要是什麽呢 更加需要很硬正 你先放下你的所有行動 因為很明顯當初 在那一刻來講 那位女士真的被人用一個非常不禮貌的方式 去放她上車的 你對於普通的兩位男士來講 你見到這樣的情況 一定會出來的 但是我明白是公職在身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說 你有沒有很易正前面跟她說 你放下我報警 我會隨時可能會有所動作 我先勸喻了你 但是我很確定的 而不是那一種去感覺到 好像沒有太大的行動 因為那條片裏面展示出來 因為我只是在那條片裏講 沒有太大的行動去救各位女士 可能有 但是我們未看到 那這一個就是一個問題 希望懲教處在這件事上 就可以更加地見微知著 知道很多事情 其實現在的鏡頭 所有的視像頭都非常多 謹慎一些行事 這是最重要的 好 虎長 交給你 總結 你剛才的比較是對的 我們能以回 內地很多都會將 警方拍下的視像 是會披露在電視上 讓你看到的 但是香港就相當保守 很擔心一些政治效果 司法效果 你真的沒有什麼見過 譬如2019年 驚天動地 警察應該拍了不少 但是除了我們呈堂之外 說2019年太過爭議性了 那些人又要抓 又要坐牢 又不亂放 但是這些 沒有2019年的情況 但是我猜 以我對政府的了解 他們應該是有內部的守則 不會隨便拿出來 因為到時 拿到法庭的時候 會有問題 但是這樣 這件事情 我做公關多年 我經常跟司法 你拿到法律的效果 就會失去公關的效果 因為律師 原來你說 柯sir 不要說 不要說 因為一說 人家會抓住你 還是在法庭折你 會抓你 但是 你的公關效果 就會失去 我也要多抄襲 我最近 剛剛在YouTube 聽到一個節目 也很多年前 他說回申譜心案 很多年前 就是那位籃球明星 涉嫌殺妻 那麼 美國的檢察官 那個州 應該是佛羅里亞州 他怎樣去做 美國也是可以的 他竟然在正式找陪審團之前 他就把那些證據透露出來給媒體 為什麼 他想影響陪審團的印象 在香港就不可以的 記住 那時候還沒有選佛審團 一準備選 因為他後來選了 我選了幾個月 但是那段時間 他就滲了一件事 所以 對Simpson來說 其實 就是很不利的 但是 那個檢察官 可能覺得這樣才是正義 他就滲了一件事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 互相的角力 但是最後 Simpson 是判過沒有罪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當時是世紀轟動的 據聞當時 美國交易所 照舊交易 但是那些人都不買賣 就是等 那一刻 陪審團出來說 究竟他們 應該是狗票 還是狗票 結果是怎樣 你就看到 那件案子 多麼轟動 但是最終 因為美國 只是審一次而已 不可以把這個罪名 再上訴去審理 所以Simpson是沒事 但是 然後 Simpson 幾年之後 可能 他買了金錢問題 出版商 就勸他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的書名就是 What if 就是說 假如我真的有做過 那又怎樣 我不知道現在的蕭神 睡得我不安樂 有沒有人保護他 但是 無論如何 這件事就是歷史 但是只是說 美國的玩法 就不一樣了 他真的用媒體 去將一些 未P trial的證據 來玩 這個我不是一定贊成 因為這樣可能 真的影響法庭的公正性 但是 今次 懲教署 就面對這種 贏到司法程序 或者贏到政治行政程序的優勢 就輸了公關 因為我們真的看不到 他開鏡頭之後 當時 他怎樣去試圖 截停車 只是看到那句 不要打架 於是這句 就成為很負面的標籤 但是他跟著的動作 截停車 東方的報告說法 他連頭部也受輕傷 就是說 他盡量頂著車 跟著車 踩油 他才會跌到一邊 所以受傷 我估計一下 如果車直接撞上去 他已經死了 當然 我原來又會轉風 但是 我絕對不會贊成 用一個懲教署的 職員的寶貴生命 這樣去做 這樣不行 但是很明顯 當時 踩油去的時候 應該不是過份用力 車的動力 不是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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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覺得 這個就是 那個撥論 你贏到政治行政 司法的優勢 或者不敗之地 你就會輸進公關 因為兩者真的有衝突性的要求 我停一停 差不多了 謝謝鳳Sir 這個好像大家思考一下 如何在司法和公關上高 得到一個平衡 我覺得 有必要的時候 大家在這方面 學習得更多 就最好了 有時間再請鳳Sir 和大家聊聊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鳳Sir要保重 你也是 你也是 大家這樣說 好 我們明天會見面 OK 我們再和大家再談 李家超剛剛看到新聞 就說下午會有一些新的放寬的措施 我就很開心 放寬 在晚一點的節目 會和大家再談 OK 好 有消息人士說燕媒限制取消 燕媒人數限制取消 那就好 很棒 接著下去的時候 現在什麼都不用措施了 那就完全通關 這個是開心的事 好 那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